现在这一位坑边碎碎念 这其实是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他的小编 他们自己成立的一个专业 他们讲从台北找到台中 终于找到了一家有蛋的超商 然后他们就四个人合购了八盒蛋 说在蛋尽粮绝的此时此刻 景荣他们高调炫富 因为现在真的就是有蛋就是富贵 而千万不要以为 他们会拿这些鸡蛋气到去行政院 砸蛋抗议 因为他们就这么珍贵的东西 哪舍不得拿来丢你了 还是蔡英文还我蛋 说到了民生需求 其实真的现在蛋很难买 真的不好买 所以在法务部的部分 他们说也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现在跨部会来组一个 物价联合饥茶小组 主动饥茶 同时责成了台湾的高检署 通令各地检署来启动 茶器民生犯罪联系平台 看到底有没有人在不当囤积 可是真的是不当囤积吗 因为呢 现在他们去了两家双北的蛋商 来饥茶之外 他们说会持续的掌握 看看民生物价的波动 让开工之后可以供销平衡 虽然讲是这样讲 可是蛋农直接告诉你了 说他觉得问题不在这里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网络上 有一名自称是蛋农的网友 他说他家是养蛋 他家是养鸡 然后在卖蛋的 那他呢 自己的理解这个市场 目前需求是100 但供应只有90 换句话说 就是呢 供不应急嘛 因为呢 目前供应只有90 但是呢就有10%的人买不到蛋 那蛋的价格会上涨之外 也表示很多人会买不到 而他特别提醒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年节大家要做年菜 所以蛋才缺货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原物料涨了四成 所以呢很多人就讲了 我卖蛋啊政府还不让我涨价 那干脆吧 我就不要养不要卖少赔可以吧 他说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老母鸡在淘汰 现在要重新养一批 还没有完全的衔接上 所以就他的观察 鸡蛋产量要能够真的 供需平衡 得等到至少三月 卖场蛋价全空 别说一盒鸡蛋 想买一颗都有困难 这是初四在台中一间 连锁超市的实际情况 有自称是蛋农的网友 就在网络发文 说鸡蛋缺货时间可能还要更长 年后甚至家居恶化 并提到目前需求是100 供应只有90 虽然有钱还是买得到蛋 但恐怕会变成需求100 供应80 就真的很难买到鸡蛋 真的是这样吗 民众听了毫无奈 有必要是得买 不管怎么办 我们家附近的三家全联 只有一家有卖蛋 原来40块的 现在都51到57 民生必需品 会少吃点就是了 来到苗栗的养鸡场 春节期间 蛋农依旧忙着顾蛋鸡 再吃还再吃 蛋农说确实现在全台 整体的产蛋率还是不足 预估的话在2月份 可能还会再缺蛋 可能要到3月份之后 才会比较去比较平稳 蛋农解释是因为 有些养鸡场蛋集中流感 加上天气冷 原物料又上涨4成 导致不少蛋农减量来饲养 淘汰老母鸡 或是强制换雨 拉高产蛋率 但现在还是衔接的过渡期 想要回到过去想吃蛋 随便都买得到蛋的时期 至少还要再等上一个月 记者彭志明 杨金王世函 苗栗台中采访报导 杨金王世函